听玉瑶讲景德镇故事 明代玉器厂生产的部分瓷器 是专门用于对外贸易或赏赐给外国使节的 所以明代玉器厂有不少瓷器 是按照外来器物的造型制作的 如有仿高丽钦瓷的贺锦瓶 更有不少仿新与阿拉伯地区金属器造型的 如各式植壶 点壶 竹台 大盘 大盘 花椒 核玉 还有器形挂状的钙盒 三户连通气 值得关注的是瓷器与金属器毕竟材料不同 因此 在成型方面 工匠会按照瓷器的成型特点做一定的调整 为的是尽量规避成此风险 工匠是如何调整的呢 我们以后接着讲